她說法很安詳的就走了 在6時40分左右 那她就是說她低調 拖縣離世 直辦佳記 不收電誼 晚期告別 我好愛你 惹淚崩 感謝大家對拖手的愛 祝大家大感情 祝大家平安 台灣喜劇泰斗拖縣 9號晚間和家人共進晚餐後 先是呼吸不正常 接著陷入昏迷 由於送醫後 空虛插管治療 家人選擇放棄急救 拖縣爸最後安詳離世 鄉七瘦90歲 目前心情還沒平復啦 那 都算吧 就希望各位繼續關心 我們拖縣牧場 她的醫院就希望 繼續留在台東 因為她想來這邊30年 也像一個台東人的 她也喜歡這邊的好山好雪 一個老婆 兒子女兒都在身邊 她覺得她這生最圓滿的事情 就是電影演多少部 不是自己養多少隻 就是她把家庭顧得很好 她說她從最早的台語片 美白電影 唱片 農筆秀 餐廳秀 做到現在網路直播 大家對她很關心 很支持 那就她90歲了 還能獲得這麼多的支持 她也很心滿意 真的很感謝大家 拖縣的告別室 將在5月21號 於台東自宅舉行 她的粉絲專頁一言寫道 人生舞台我先羨慕 佛祖召喚我了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我 下台一聚工 兒子陳嘉誠 則將大頭罩換成父親背影悼念 昨天您深深款款對我媽媽 您老婆說我好愛你 並輕輕地一吻額頭 這個表現是從未看過的 虛弱地對我說拖累你了 說你很不愛去醫院 萬一怎麼了要在家裡 隨便辦辦 不要鋪張 並在文莫著名 不發副文 不收電誼 花圈 碗簾 不公祭 遵循父親的遺願 他們並沒有法爾任 bury 수를帶開 是甚麼 Mmmm 我這不是外交 好可怕 唉唷 幹我 叫我 見到要揚司 你也跟我們來吃飯 拿哪個鑾都看著吃飯 我說你要去吃飯 注意 reform 今天在那裤子瘤 大家也有習慣攝量的人做 店大烹捕都還練�rire 廊シ Because I always식 好痛 人家現在幫我煮藥 你以前說我煮料理給你吃 好啊好啊 對 我想要吃你最厲害的手肉菜 這樣喔 路子比 打米粉 你最近有看什麼東西嗎 對 你這沒改變 那眼睛幾桌 四桌 這桌兩桌 這桌三桌 這樣五桌 拖線在演藝圈打滾五十年 因為常演出搞笑的角色 而獲得拖線這個藝名 曾被稱為台灣卓別林的他 退休後在台東路野 埋下二十公頃的土地 開設拖線牧場 還當起最老直播主 不過自從2018年 聽信有人飲用了養生水 硬朗身體開始出現狀況 近兩年經常進出醫院 也靠老婆林玉珍一路扶持 不管他是健康 還是失敗不動 你都會這四人好好照顧 做他最好的太太 這樣你不在願意嗎 夫妻倆竭離七十年 當年不過家人反對 死定終身 因為窮困 只用一台生鏽的腳踏車迎娶 有了六個孩子 孩子有生了孫子 卻從未厭客 2014年 拖線不辦熱氣求婚禮 替老婆圓夢穿上婚紗 罕見流下男兒淚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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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難過都沒想到 說不清 剛才把你進場都是NCG 今天怎麼會這樣 白色一體下來 媽媽媽不如幫我們拿著拍 很感動